嗨 我是豆哥 今天來講一下雷阿魯的南北怪獸 火山恐龍 雷阿魯的地方派系 陸王 海王 琳雅 三個人計劃潛入美術館 打算偷走裡頭展示的西遊卡 正當他們準備犯案時 尤馬即時趕到 試圖阻止這個偷獻行為 來決鬥吧 在這個世界 沒有任何事情是打牌不能解決的 如果打輸我 你們就滾蛋 如果打贏我 你們就可以進去裡面偷 我再加碼送一張希望皇 這個穩賺不賠的賭注 陸王跟海王當然是一口答應 而此時的琳雅卻突然轉隊 不好意思 我要和尤馬一組 你這個叛徒 為什麼要和尤馬一組 因為我想玩雙打 琳雅一開賽 就展現差點是全國冠軍的實力 他將兩張等級3的怪獸疊放 超量召喚R3 潛航母劍 看到琳雅使用超量 陸王也秀了一波超量召喚 他將兩張等級5的怪獸疊起來 超量召喚 No.61 火山恐龍 這張卡只會被No.怪獸擊敗 移除一個超量素材發動 破壞對方場上的一張怪獸 該怪獸的攻擊數值 將從對方的生命值當中扣除 火山恐龍拆一個素材 破壞琳雅的潛航母劍 扣琳雅1900 再拆一個素材 破壞尤馬的刷拉拉騎士 扣尤馬1600 當火山恐龍的素材用盡時 海王決定當然會稱職的補師 他將兩張等級5的怪獸疊起來 超量召喚No.19 極動龍 我們是LV5的麵齊アイス Burgdon Eazen和Brizard 超量召喚 Brizard 移除一個超量素材發動 選擇場上另外一張超量怪獸 將他的超量素材回填 海王利用極動龍的效果 讓火山恐龍恢復兩個素材 填滿素材後 火山恐龍 繼續破壞黑騎槍兵 和希望皇霍普 在一場比賽裡 火山恐龍就炸了四張怪獸 要不是有馬發動傷害劫持 把傷害降到最低 希望皇就真的要送出去 火山恐龍發行於2011年有馬篇 他的召喚條件為 等級5的怪獸兩體 一回合一次 移除史卡的一個超量素材 並選擇對手場上一張表測的怪獸發動 破壞那張怪獸 該怪獸的攻擊力 將從對方的生命值當中扣除 發動這個效果的回合 這張卡不能直接攻擊玩家 比較一下史卡與動畫的差異 在動畫中 一般怪獸無法斬破Number怪獸 只有Number怪獸 才可以擊倒Number怪獸 這是史卡所沒有的設定 除此之外 史卡的火山恐龍 還多了一回合一次的使用限制 沒有辦法像動畫一樣 一回合炸兩張 更不能在炸完後直接攻擊玩家 雖然他的限制變多 但這並不影響他的使用性 因為他沒有綁定的素材 隨便兩張等級5的怪獸 就可以做出來結場 是非常泛用的5階超量 除了火山恐龍 在有馬篇 也推出了Number 19 及動龍 他的召喚條件為 等級5的怪獸兩體 當我方的超量怪獸 需要移除素材的場合 可以移除史卡的一個素材作為代替 這個效果 一共回合 只能夠使用一次 一樣是少了Number怪獸特有的戰破抗性 效果也從動畫中的素材灰填 改為素材代替 但要注意的是 若是像Number 101這類 需要一次拆除兩個素材的場合 機動龍只能帶拔一個素材 而所缺少的另一個素材 還是要拆除101自身的素材 沒辦法一次帶全部 你可能會想問 火山恐龍和機動龍 不都是陸王兄弟的怪獸嗎 怎麼會被出在有馬篇 因為他是Number 這些Number怪獸 其實都是阿斯特阿爾的記憶碎片 在一次的對戰中 尤馬意外地打開命運之門 讓阿斯特阿爾來到這個世界 但這個開門所產生的衝擊 讓阿斯特阿爾的記憶四散各地 變成Number卡 落到不同的角落者手裡 獲得Number卡的決鬥者 在他們身上 會有專屬的Number標記 這些數字標記 從Number 1到100都有 阿斯特阿爾為了找回失去的記憶 和尤馬約定 要蒐集這100張怪獸 所以 在尤馬擊敗入王兄弟後 Number 19與Number 61 就被阿斯特阿爾回收 雖然說 Number的基礎設定 是1到100 但劇情發展到後面 還有七皇的101到107 甚至還有同行他衍生的 Karls Number Future Number 要收齊一整套 可沒這麼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 Case出得很慢 這部動畫都9年多了 結果Number 1到下禮拜6月20號 才要完整歐化 還有一個就是價錢考量 像這張火山恐龍 就不是很便宜 他具備優秀的結場能力 又沒有綁定超量素材 即使當時的我 沒有玩5階超量 也是很想收一張來放 但看了網路上的價錢 都落在300上下 缺錢的我真的是下不了手 只能選擇買復刻後的中文版 我是豆哥 我這張是正版的啦 別回家